我們是講到哪裡呢 其實如果你忘記沒關係 像我們在那個 我們這邊都有第16次上課 其實你到那個論壇裡面 這邊都有第16次上課 其實後來我寫了一篇部落格文 其實道理都差不多 就是第一個 這邊都有我們上課的內容 那實際上就是什麼 就是工作表存成活躍部 跟P式轉檔部分 另外還有就是有關刪除 有關複製檔案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有遺忘的話 當然也可以這樣 把這個稍微開起來 影片看一下 第二個的話就是那個程式碼部分 那程式碼你們找一下 我應該是放在那個 第幾次呢 第第七次的 7-7裡面 就是放在7-7 第七次的這個 就是一個裡面的程式碼 你把它打開來 一樣彈出視窗 那裡面就有之前的 包含就是說 工作表存成活躍部 然後就是 定存2003的 CSV的 XML的 另外再來就是合併成活躍部 那合併 活躍部意思是說 如果今天你輸出有13個班 13個 Ecell檔 那你希望把它變成一個 以前的做法可能就要每個打開 然後再每個複製 可能再把它移到那個空白的那一個 然後一個一個其實還蠻麻煩的 可是有什麼方式可以一鍵就完成了 一定要先在桌面上建一個什麼的資料夾 第二的話呢 先確定一下按右鍵編輯一下它的路徑 這個路徑的話是這個 把按右鍵複製一下 這個這個路徑是我們要的 再來的話呢 如果說你上禮拜的東西 假如說我們還是一樣 要先把這邊有13個工作表 通通變成什麼的 通通變成一個一個的什麼 這個活躍部 就是工作部啦 就是放在這裡面的話 那第一個當然你可以先把它切到開發人員裡面 那一樣嘛 將來如果說你要重做的話 按右鍵 記得什麼 插入一個模組 再來做什麼呢 把那個程式貼上就好了 哪一段呢 記得你將來我想再怎麼樣 你就學會什麼複製正確的這一段 有沒有就這一段 工作表存成活躍部 Ctrl C 再來貼到這邊 把它貼上 如果你之前 然後再來確定一下這個路徑 這個路徑呢 是不是我們剛剛的這個路徑 所以你檢查一下 右鍵編輯一下 如果不是的話 你把它複製 再蓋過去 蓋的時候 特別說 這個斜線 斜線一定要有 這邊的這個斜線一定要有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呢 幫我先Copy 因為Copy後面 假設我今天沒有放 before 或 after 的話 它會自動幫我建一個空白的活躍部 特別注意 Copy 還有印象 Copy的話 後面如果沒有加 Copy到哪一個前面或後面的話 它會獨立出一個新的活躍部 第二個是 Save As Save As Save As是另存新檔 存到哪個目錄底下 存什麼名稱 這個名稱 那這個名稱的話就是因為你獨立出來一個名稱 那個名稱的話 它獨立出來之後 就比如說升班 就用升班這個當成是它這個工作 就是那個活躍部的名稱 然後呢就會幫我存進去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Close 把它關掉 它就會一個一個跑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跑跑看 基本上就是這樣 第一個 那如果你不確定你這到底是跑什麼的話 你可以按F8 然後一一到續點抗 就是一一到 等於是說第一個到最後一個 那續點抗其實非常重 非常好用 這個是一個屬性 這個屬性就是知道 總共你的工作表有幾個 就回圈第一個到最後一個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Copy的意思是說 把第一個做什麼 做Copy Copy因為後面沒有Apps 或Before的話 所以它會怎麼樣 執行這一行 你仔細看一下下面 下面本來是一個 原來的這個問題期的檔案 你把它Copy之後 它會怎麼樣呢 因為後面沒有加 所以Copy的時候 它會獨立出一個什麼 一個新的什麼 新的工作表 各位看一下下面這邊 有沒有 下面這邊是不是多一個 那這個名稱的話 實際上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活躍部一 也就是說它會幫你 產生一個新的活躍部 然後它做什麼呢 再來就是說 把它存檔 存檔到哪裡呢 存檔到這個目錄裡面 跟目錄下面 不過特別注意 我上個禮拜講過說 這個目錄將來 你也可以跳出一個什麼 跳出一個對話方塊 讓使用者選擇 你要存到哪裡嗎 還有印象吧 有一個叫application點什麼 叫什麼file dialog的 有沒有 那個非常好用 因為我們這邊是直接寫的 如果你要改的話 你就是在 程式剛執行的時候 讓使用者選一個地方 那就更好 OK 不過那個部分的話 如果你忘記的話 請看上個禮拜影片 應該都在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那其實說真的 真的很花時間 你光看影片看完一遍之後 還要做一遍 還要做個筆記 這個少說的話呢 恐怕比上課時間還花更多時間 除非說你是天才啦 不然這東西 你要聽一遍你就懂 看很難 而且這個背後其實是 多少經驗的累積啦 不是說今天我會就會 我要來上這門課 我就可以來上這門課 這個東西要有實務經驗才有辦法 這都不是理論嘛 我全部講的都是實務的東西 也就是說你現在工作上 會遇到的問題 通通可以用這些方法來解決 但如果我們沒講到沒關係 你可以把你的問題整理一下 類似像剛剛講那個範圍 你不要說把你所有工作 那麼多東西丟給我 我看不懂 很多同學真的 他就是剛好他工作上面 有一個東西 然後他就全部寄給我 我一打開之後 哇傻了 我那你的工作 我怎麼會知道你工作哪 你跟我講 講半天 你最好你就是切割 把不要的不要給我看到 你要的問題你告訴我就好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越說小越小越好 你不要說一大堆 我要從哪邊跟你講 我只能很 可能我回應你會說 這個問題非常複雜 頂多就是說怎麼做 剩下你自己去做 不然我也不知道怎麼跟你敘述 因為這個 對不對 那甚至我 我FB裡面 還常常有人要加我 加我 加了我之後 我想說有些好像看起來還算正常 一加之後馬上問問題 吳老師可以問你問題 然後馬上檔案丟給我 他好多 這就我很傻眼喔 那我也沒辦法了 因為他很Google一下 奇怪怎麼都是吳老師 這好像這個老師很厲害 直接找他比較快一點 問題就馬上可以解決 可是這個當然好有一個一定有一個階段性的嘛 你不是說我今天跟你講你就懂了 如果說通通我幫你做的話 那 嗯 對 老師要生活了嘛 對不對 通通幫你做那你領薪水是你領啊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薪水分我一點 我幫你做好了 這個題外的話 那所以這地方的話呢 如果可以把這個地方改成什麼 有沒有 FireDilog 如果忘記的話請各位參考上禮拜東西 再來的話 Active的這個這個Name 這個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就是現在這個 這個 ActiveShoot指的就是他 他的什麼呢 他的ActiveShoot指的就是他 因為只會有一個 所以吼 他的名稱叫什麼 叫升班 所以存檔存在什麼 存在那個目錄裡面的名稱也會叫升班 那當然呢 如果你的敘述 想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用這個 那你可不可以用別的 其實也可以啊 你可以用什麼 敘迟 加一個瓜糊 1 這樣子的名稱也是等同什麼 等同是那個嘛 因為他只有一個 所以第一個的名稱 那不就也是那個升班嘛 所以兩種敘述都可以啦 那特別注意哦 你們有沒有發現ActiveShoot指一定不會加S 因為Active只會有一個Active Active意思就是說現在被選取的那一個 那如果說你如果是用那個訊實物件的話一定會加S 那常常有同學就是搞不清楚什麼說加S什麼都不加S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想我們就特別注意一下 然後把它存起來 所以存起來的話存到那個工作表裡面 名稱的話就是這個名稱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面會不會多一個升班呢 看一下 升班進來了 有沒有 然後呢 再來就是 那因為他現在被開啟 而且呢 他名稱本來叫活業不一 那我把它另存新檔成為升班的對不對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 把它關掉 因為如果你不關掉的話 它會變成說再產生下一個 總共13個班就會跳出13個工作表 這樣的話你電腦可能會越跑越慢 因為它會佔很多記憶體 所以怎麼辦呢 關掉 關掉的話 就是把現在的活動的這一個 把它關掉 關掉的話 或者是說你如果不用Active的話 你也可以做什麼 你也可以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叫Wordbook加S 然後呢 刮弧之後的話 給它那個名稱 那個名稱的話 你打一個升班也可以啦 不過好像你也不知道要升班 所以變成說 你要把這個名稱丟到哪裡呢 複製一下 丟到這裡面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也可以把它關掉 就是用什麼呢 Wordbook 你不要用Active Book Active那個Wordbook 也可以啦 就是說 用法其實都是相通的 加一個Active是說 目前被使用的這一個活業部 那把它關掉 OK 那我們把升班關掉 關掉 關掉之後換NAS NAS之後的話 其他都一樣 所以把它執行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它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的通風幫 把它存起來 那就是工作表存成活業部 你看 總共就這麼幾行 欸效用還蠻大的 那上禮拜還有延伸什麼 這邊後面加一個豆點 如果你要存成什麼 其他的檔案格式有沒有 File Format 你就在Save As上面按F1 然後如果你不知道哪一種格式 你就在Save As上面按F1之後 它會跳出一個那個說明 那你就去自己去查啦 反正這裡面的話你可以存成各式各樣 只要是Excel裡面定存新檔裡面的檔案格式 它通通都可以去定存 而且很快 所以你用這一招的話 其實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都可以查得到了 你會發現這邊有個File Format 這邊有個XL File Format 裡面都有啦 所以基本上 在那個Excel裡面定存新檔的格式都有 比如說我要存2003的話 基本上就是這個 就是XL Excel 8 其他的話我想自己再找一下 那這邊我們不用了 所以就直接存成一樣的格式 好那存完之後的話 第一步我們就完成了 那你可以在桌面上面看到就是說 在這邊已經有13個班級 那這個時候的話 那你可以順便在Email給那個各班的導師 也就是說如果你有那個各班導師的Email信息 我前面講過嘛 你可以用Outlook元件 幫你把這13個檔 通通都寄給這13個班級的導師 那13個導師做完也許填完 因為他們有期末 期末不是或者是每一次斷考 會有成績回覆給你 那回覆給你之後的話 你又有13個班級的檔案 裡面就他們的成績 可是你要匯整嘛 那匯整呢 剛剛是工作表的匯整 就是匯整成一個 可是現在是叫做活業部的匯整 活業部就是我們現在也是有檔案 如果我希望變成一個的話 因為你最後 比如說你要給教務主任就是一個檔 你不要給他那麼多檔 不然他會 他可能會給你退貨 所以這個地方要怎麼樣可以把它匯整在一起 這裡面的話恐怕有幾個觀念 第一個 就是說我需要把他們怎麼樣呢 先開起來嘛對不對 那當然一定要透過像上禮拜講的那個DIR DIR那個就是找裡面的那DIR函數就是找裡面有哪些的檔案的名稱 然後透過那個Do File 回券 Do File 回券就是找幫我找裡面的那個裡面的檔案 然後幫我怎樣先開起來 所以第一次開啟的時候 恐怕做一件事情 如果是第一次開的話 你要先新增一個空白的活業部 給這13個放 所以第一次才要新增一個 可是之後就不要再新增一個 第一次的新新開一個新的活業部 然后把第一个的档案放进 也就是直接放进去了 以后的通通把它抠到同一个 抠过去之后关掉 最后再把它存档 就会存成我们要的那个会成 不过程式可能比较冗长 所以请各位 先把上个礼拜的部分 先稍微做个复习 就是工作表存成 等一下我们再讲 就是怎么样把这些 全部再变成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 早前面我们讲的是 多个工作表会成一个 那现在是活业部会成一个 其实好像都在什么 合并啊 最后再分割啦 合并分割喝 所以其实好像做最多的事情 好像就是都在做这些 这个这个 就是分分合合的 这个事情 请各位稍微把那个上个礼拜的东西 先在做一个简单的复习 然后待会我们再把这13个班级 合并成一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